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 利用什么样的方式 向司法院的谁 来做这样的一个施压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还特地用反击两个字 法务部长邱泰山怒了 因为不满政论节目 指控他官说妻子回任法官 当时只是一个台中地区的一个 大学的教授间系主任 我何德何能 我既不是立法委员 我也不是民进党团的干部 我是党工 我何德何能 能够去施压 国民党执政的司法院 强调时间点上 他怎么可能去官说 但咨询媒体人在节目上爆料 强力指控就是有可能 从头到尾只变说 他没有官说 那当然系主任是不能官说 他找了陈瑞仁一起去官说 他们都是打扁的 因为陈瑞仁也是 办国务基要会打扁的英雄 所以他们这些人 在政治立场上 跟小圈圈里面是明确的 节目中不但质疑 邱戴三找陈瑞仁官说 甚至一度指定要去二省法院 遭司法院驳回 最后却去了 人人挤破头的台中地院 为的就是高额退休金 来宁平平均指定时间点 正当性以及最后回任的事实 继续指控宋富美回任 肯定跟丈夫脱不了关系 逼的邱戴三召开记者会回应 但官说真相是有情人士特定操作 还是遭人误解 恐怕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明白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